許順時刻也迎來四周年囉 這次更新了一個休閒模式 幻彩俱樂部 那我們拿上去康康吧 OK 現在進來了 感覺這裡很high喔 燈紅酒綠的 喔 這裡有一張椅子 來坐坐坐 一起喝一杯啊 欸 這是小遊戲 我以為是坐在這喝酒啊 來看一下這遊戲要幹嘛 喔 我懂了 這要拿刀刺手指頭的縫 如果刺到手指就會扣血 是在考驗反應速度和持久力 旁邊有一家酒吧 來喝個幾杯 點一下 啊 這又是什麼咚咚 轉了可以幹嘛 好喔 看來是我智商不夠 這裡還有跟角色對話的地方 還有任務可以做 這些獎勵應該是拿來抽獎用的 這邊還有螢光棒可以用 那必須得拿直接high起來 就要把對面有看起來像是遊戲式的地方 先玩這個好 還有 這是接炸彈的遊戲 讓你們看看我驚人的反應力 來 第四波結束 Easy game 輕輕鬆鬆 有種你炸彈就丟快點 欸 這大意啊 小失誤而已 飛鏢遊戲啊 拜託 我神射手 肯定百發百中 哎唷 要開始了 哎唷 啊 沒中 沒事 剛開始沒中正常 熱身而已 來 再一次 欸 是不是正常發揮啊 哎唷 雷台戰 直接參戰了 拜託 我閃電邊穿了 就問要怎麼輸 來了 一個右邊啊 哇 大一耳沒有閃 搞偷襲啊 哦 欸 很兇是不是 欸 不是 怎麼動不了 快快快 鈴波尾骨 啊 又被打一拳 大姐不要啊 我竟然輸了 覺得是年輕人不講五格 真的太遜了 沒事的 拳擊打輸沒關係 跑酷總算能贏吧 來 跟著他的箭頭走 跳過一個 這關危險哦 踏板是斜的 哦 Nice 調整好心態 抓緊時機跳過去 接下來要二段跳 加油 加油 OK 繞過去看下一個點 哦 我發現終點哦 看來要踩腳底板的踏板過去 我們能做到嗎 先來拉個距離柱跑 跳啊 拜託 讓我過去 水啦 趕快翻過去 我們就到終點囉 OK 以上就是整個 巨熱部的探索 如果有沒講到彩蛋 也歡迎一集出 那就下次再見 掰掰